共和民族 共和民族 共和民族过去 经历了百年俱乐 最近三十年 在两岸中国人的移植下 一步一步迈向 共同振兴共和党 两岸中国人 绝对有足够的社会 和平处理两岸 争端必免有效 这次我带着台湾的青年学子 保温大陆 感谢大陆方面的热情接待 这几天的行程 同学们深刻了解 中华文化的多元 体验大陆的实际 发展的面好 跟台湾上大陆之间 潜濡于水的情感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过去 经历了百年俱乐 这三十年 在两岸中国人的移植下 一步一步迈向 共同政策中华之路 虽然两岸在不同的思想发展 但两岸的移植 同水中华民族 都是缺乏的 应该互助活动 致力政府实际中华 这也是2005年 和其先生会面的时候 双方达成重要的 作为理念 去年 在两岸一七年学生 必要大陆光晓 实生 同法 原来他们是那种自然的水舞交流 可说是文然虔诚 欲望 对 两岸一七年代表 各方民族 能够在人身 教练 建立 一定可以 为两岸永世的 和平反而 并且 坚持的基础 看着两岸一七年学生 严厉的热情 善意 我进一步思考到中华民族 后代自身的幸福 对方来说 没有永定 和平的两岸 又没有安定的 进入台湾 对中华民族来说 没有和平反而有两岸 也不会摧毅 我诚挚的希望 我诚挚的希望 双方都应该重视 人的这种真心的价值 与生活方式 维护两岸 以中华文化 蕴涵的智慧 确保两岸 固定松 对于原来情势几张 有些不少条件中华 但是我使用自己 既然 辱去生生生活 度尽结果 会修议在相同理想 与人工程 两岸如果发生战争 对中华民族多数 不满承受的作用 两岸如果人 绝对有足够的社会 和平处理两岸 争端一年 有效 两岸在1992年达成 各自以各种方式表述 还向两岸均坚持 一路多国员的共识 未来两岸应该 确保人民扶植 有最大目标 坚持九二目视 反对的态度 求同诚意 各自争议 共同奉送 共同追求 共同发展 我诚挚的习惯 两岸固理共同 攜手合作 振兴 让各国民族人 全世界的面前 坚持共同